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Nikki带你飞 在我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出去 还有就是打开所有的小铃铛 收到第一时间的通知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分析比特币吧 那今天的这个比特币的走势呢 是下跌的 好 那我每一天都会有做一些 即时分析在我的会员群 那你要如何加入我的会员呢 我不会联系你 也不会给你我的联系方式 大家要小心骗子 好吧 那如果你是要加入会员呢 你点击我的这个频道 然后你点击这个 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连接 你就点击这个带你飞会员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页面 之后呢这里就是点击加入 那你加入之后呢 你就到这个YouTube的这个community 社群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进群的链接 好 那我们再回到来就是一个小时的这个分析图 那一个小时的分析图呢 我在昨天就有跟会员提到就是 他如果没有办法突破我画的这个紫色区域阻力 那他就会继续的往下跌 然后今天早上呢 我也是有再次的提醒他们 如果没有突破呢 那我们依然是看跌的 突破呢 我们就看涨的 好 那今天呢 就是跌破了嘛 而且这个蓝色的呢 是一个非常强的这个支撑点 我们可以看到他直接就跌破了 所以有很多的会员们呢 都在这里进场 那有一些呢 就在这里已经进场了 那这里进场的会员呢 就是也恭喜他们今天盈利啦 那我们现在呢 最关键的我们就是看这里 这里呢 是最关键的点 那接下来如果他是跌破 这个支撑点的话呢 他就会继续的往下跌到 三万二这个价位 那他会不会跌破三万呢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一天的天图 还有一个星期的图 然后来到这个天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里 就是三万到三万二呢 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 如果他跌破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熊市的开始 他就会继续的往下跌 那比较难 因为有很多的 这个现货 挂单呢 都是在三万和三万一 那我们之前呢 我们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他跌到三万 这个价位的时候呢 他就直接上涨了 因为有很多的人挂单 每一个人都希望 可以买到便宜的 比特币现货 包括我 对吧 我也是希望 可以买到便宜的现货嘛 所以这里呢 是不容易跌破的 那我们也可以来看 很多人都在讨论的 我在之前呢 就已经有拍了一个死亡交叉的影片 就是这一支影片 如果你还没有看啊 你可以点进去了解 什么是死亡交叉 因为这个死亡交叉的指标信号 当他交叉之后呢 就会出现下跌 所以交叉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下跌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 他一个星期 死亡交叉之后的走势 会是怎么样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来看 这个一个星期的 在我的影片呢 都有提到 就是这个EMA50和EMA20 那明天呢 就是新的一根蜡烛 如果明天的收盘呢 的蜡烛形成是在EMA50下方呢 那我们就是比较危险了 我们如果是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熊市的开始 所以大家呢 可以关注明天的这一根蜡烛 会形成 会收盘在哪一个价位 那EMA50下方呢 就是只要他跌破33,000 他的蜡烛形成就会在下方 那为什么我说 这个不容易跌破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他有一次 两次 三次都没有跌破 这一次是第四次 那他会不会跌破呢 那我们就要看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 这个一个星期的 而且 那我们可以看回他 其实呢 一直以来都没有跌破EMA20 也没有跌破EMA50 当他跌破EMA20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都在EMA20下方 所以他会不会跌破EMA50呢 会不会在33,000以下呢 明天我们就能知道了 明天也会拍一期影片 给大家知道 那整体的这个比特币的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他会继续的往下跌 OK我们来到这个一个小时的比特币 今天呢 我有看到这个三角形 那如果跌破的话呢 所以他现在达到了 他的这个目标价位 会不会继续跌呢 这个非常关键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这个价位哦 就是33789 如果他跌破呢 那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刚才画的 大家可以看回去 他就会继续下跌 那我的这个比特币的分析就到这里啦 我个人呢 现在看比特币呢 是看空的 真的是 谢谢你们哦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好 如果你觉得我的分析不错呢 记得给我一个赞 谢谢